中华航空表示 由于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公告 放宽入境台湾的旅客在到航空公司柜台报道时 应该主动出示表定登机时间前三天的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报告 并且内容要是呈现阴性反应的英文版文件 另外旅客到机场报道之前 也应该提前完成入境检疫系统申报 因此中华航空遵照台湾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网站的规定内容 即日起也推出一连串的新措施 包括提醒旅客到机场柜台报道时 记得同时备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阴性反应的英文版文件 并且应该提前用手机完成入境检疫系统的线上健康申报 另外出于飞机上的公共卫生考量 机上将不会再提供值本的入境健康声明 即居家检疫通知书 旅客查询相关表格 注意事项或更多详情请上中华航空官网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总和报道